网友给我留言 他说想买别克安库1plus 不知道他的48V清魂能用住吗 四架的不错想买 朋友说48V清魂容易坏 三年只五年就得坏 价格不低 是真的吗 问问你小胡 我想问一下四名前的网友粉丝和老铁吧 有没有买过别克车子的啊 或者是凯迪拉克啊 雪佛兰呢 他们的48V清魂都属于通用旗下的吗 都是一样的系统 你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使用过程当中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这个呢 说实话有点喷大韵 真就是这样 但是48V清魂做的最好的 就是通用了 通用其他品牌 就是包括卡里拉克啊 别克啊 雪佛兰 要比其他品牌呢 质量略好一些 虽然是有48V清魂加持的车子 它起步更加的平顺 轻快 安静 节油 能省大概10%到15%左右的一个油 好 但是不是说不会坏的啊 很多人之所以不敢下手 就是怕后期养车成本太高 那么究竟48V清魂 后期的维修成本真的有那么高吗 我们今天就说一说 首先保养费用 一般来说48V清魂保养的项目 就是和普通车子几乎是相同的 48V清魂呢 不需要额外的去给它多花钱去做保养 48V清魂 简单来说 就是在发动机原有的基础上加了个小电机 对车辆原本的结构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而48V清魂的 有个电池本身成本是不高的啊 几百块钱 但是一旦 世上的清魂里的电机出现故障 那么它的维修成本就较高昂了 如果是普通的加油车的修复电机的话 少折四五千五千 多折七八千 你像沃尔沃奥迪宝马奔驰这样的豪华品牌 加上一些共识费用 没准就达到这个一万到两万了 都不足为奇了 那么清魂电机的使用寿命 大概是在三年至六年左右 如果车主运气好的话 可能这辆车的一直都 用下去都不会出故障 也许都不会坏 永远不会坏 也许就会出故障 这个说不好 怎么这么讲 一旦出了故障 就是你省下那点油钱 还真就不够维修的 知道吗 但是四十八幅清魂系统 还承担的给车辆供电的一个作用 如果电池坏了 除非发动机不吸火 一吸火的话就启动不了了 但是说现在四十八幅清魂呢 也在自保之内 但是这个自保之内呢 它和全池的自保的时间还不一样 所以说如果你非常在意 这个四十八幅清魂的话 那你就别买这个四十八幅清魂的车了 现在这个潮流流行 很多车都带这个四十八幅清魂 是不是 以前老款不带新款都带了 如果说是你不在意 还是可以购买的 但是通用旗下的四十八幅清魂 相对比较别的品牌 质量还比他们要更好一些 就是这样 那么四明前的小伙伴 你们的车子 有没有四十八幅清魂 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拜拜再见